台北果菜市場今年才剛放五天春節連假 2月24號又接連三天修飾 讓修飾後的第一個拍賣日 2月27號的總到貨量高達超過15萬件 創下歷史新高 也讓農民辛苦的捷金價格跌落三成 因為前面修三天嘛 變成說農民三天採收量就一次進來 然後因為一次量太大就價格會掉 可是相對的後面又修三天 就變成說到時候6日的進貨量 沒辦法滿足4天的需求量 那到時候變成說價格又上去 雖然連續修飾三天 是造成中南部蔬果賭注 以及價格大跌的主因 然而農曆年前含流相繼報導 造成葉菜類生長停滯 也是影響年後台北果菜市場拍賣 消化不良的關鍵 因此農耳會立即提出分散供應市場的方式 來因應接下來元宵過後 果菜市場將再次修飾三天的陣痛期 農委會這邊會去協調 台北農產運銷公司 他們會去比照春節前加強作為的一個方式 希望透過分散供應市場的方式 來穩定蔬菜的價格 那另外在台北果菜批發市場的部分 他們整個現場工作人員 在修飾以後他們會全部停止輪修 全力投入拍賣交易作業 也會延長拍賣的時間 然而國菜市場的修飾問題 不僅困擾著農民也延燒到攤販與業者 割來蔬果跟肉品修飾不同步 讓民眾相當困擾 你要記得豬肉 要記得蔬菜 那我們一般做生意的還OK 因為我們非得這樣子 可是一般家庭主婦你不累死了 菜跟肉的那個就是休假日一樣 這樣子比較好 同時也有攤販提到 短期的修飾其實有促進買氣的效果 就算你也不錯啊 生意也比較好啊 因為大家會來買菜啊 面對短短12天內 台北果菜市場總共修飾6天的情況 台北農產運銷公司則是回應 將會比照春節作業模式 並採彈性且務實的規劃方式 讓貨源能快速流通 原市新聞就要下麥 許家榮 台北市採訪報導